接下来我们来讨论的是汉字语系的一个分类 那在汉字的字体里面 我们分成白体跟黑体 那首先白体在台湾香港和中国大陆地区的印刷界 又称之为送体 那在香港跟台湾的繁体中文电脑系统 又称之为明体 那在日文我们称白体为明朝体 那在韩国韩国语称这个为绑档体 那基本上白体经常是用在正文的排版上面 那这些字体的名称主要是起源于中国历史上的宋朝和明朝 所以又称之为宋体或者是明体 那因为当时中国的刁板印刷术已经非常广泛的传播出去了 而用在制造活字的木头上面的木纹 大部分都是水平方向 所以我们在创造这个字体的时候 在刻字刻在木纹上面的时候 它的笔画就容易横画比较细 而树画比较粗 而且为了防止边缘破损 那还有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这个印刷的墨水 可以比较饱和的充满在字的这个边缘 比创的两边 所以它的横画在两端也被加除 那还有根据我们运笔写毛笔字的习惯 在字的70点跟结束 很容易形成这种三角形的装饰 那这种方法一直沿用到今天 所以现在的白体类的这个字体 大部分都是所谓的横系输出的 那我们这边看到就是最常看到的 两种所谓的白体字体 一种是新细名体 在各种软体里面 有文书这个撰写的部分 应该都可以找得到新细名体 像沃尔的里面就有 那还有送体 这两个可以仔细的看一下这个字体 跟我们上面叙述的是一样 就是它横的这个笔画是比较细的 那竖的笔画是比较粗的 那在字体的像起始的 笔画起始的地方跟结束的地方 会看到大小不一的这种三角形的装饰 那这种装饰 又类似西方的所谓的这个 serif的这个称线的一种表现方法 那另外一种字体 就是黑体 那黑体跟白体相反 就是没有称线装饰 它的笔画是比较粗壮有力 那撇纳的这个笔画比较不尖 让人家能够容易阅读 那黑体在现代印刷术 传入东方之后 根据西方 西文的这种无称线字体 所创造的 所以黑体这个词的范畴 跟无称线字体 就是我们在前面这个单元讲到的 生serif是类似的 而有称线的字体 比如说颂体 就可以把它当做 就可以称之为所谓的称线字体 所以在这个西方 我们叫做 serif是称线字体 那跟我们东方的这个白体 是类似的 可是我们比较不会把汉字 称之为 serif 或者是senserif 我们都用白体 黑体 或者是有称线 没称线 无称线字体 来去称呼它 那像我们这边看到的两个例子 左边这个是微软正黑体 也是常常在各种软体里面 可以找得到的一种字体 它就是没有称线的黑体 所以你看它的笔画的粗细 是比较 相对来说 跟白体比较来说 是比较粗的 那这个粗细 不管是横的 以及竖的 都是比较一致的 那结束点 就没有这种所谓三角形的装饰 那右边这个颂体 就是常看到的白体类型 那我们前面有介绍过 它的横的笔画比较细 树的笔画比较粗 那在字体的这个笔画的起始跟结束 就是有这种称线 所谓三角形的装饰出现 那我们在看到黑体字的时候 它有比较醒目的特点 所以我们常常会用在标语 岛语跟标字等等 那但是汉字的笔画比较多 那如果你字的这个笔画比较粗 那你写的比较小的时候 所以小的这个字的黑体 它的清晰度就会比较差 所以我们一般看在 这个表现性来说 表现的场合来说 都是用在文章的标题 会用这种黑体字 那这个内文可能常常就用白体字 那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制造字型的技术 或者是显示的技术 已经非常的精进 所以很多的状况 不管在电脑或者是杂志上面 我们也可以看到黑体字型 用在内文里面了 好在传统印刷里面 我们的称线字体 不管是西方的这个serif 或者是我们在汉字讲的这个白体字 都是用在正文内文的印刷 因为传统来说 它被认为比较比无称线字体 比较容易阅读 而且是比较正统的 那相对的无称线字体 比较用在短篇的文章内容和标题 比较能够引起读者的注意 然后可以提供一种比较轻松的气氛 一般来说 我们比较在长篇的文章里面 用称线字体 比如说书籍、报纸、杂志 那虽然在欧洲比北美 更经常使用无称线字体 因为比较传统 但是在正式场合 称线字体还是用最多的 比较多的一种 字体类型 那印刷品 比较趋向使用称线字体 方便阅读 可是在数位领域 就是在平常我们用的平板电脑 或者是一般的这个 影像显示器里面 就会比较倾向使用无称线字体 比较方便在显示器上面 去做一个显示 好 那另外我们在讲称线字体 跟无称线字体的使用方法来说 称线字体从审美的角度 还是从眼睛的感受 都跟这个不称线的黑体字来比较来说 是比较多的一种点缀 所以能够阅读 但是很容易造成视觉疲劳 尤其是显示在萤幕上 所以大部分我们的网页 都是使用无称线字体 会比较多 尤其是标题字型 我们刚刚有说到就是 serif的字型或者是白体字型 就是所谓的称线字体 它本身除了有装饰性之外 它还有一种传统的意涵 所以你在使用它们的时候 可能用在内文 或者是譬如说一些正式古典的场合 像婚礼的邀请卡 或者是这个吸铁等等 那在无称线字体 就所谓的sensory 跟这个黑体字上面的使用 都用在比较现代的 所以你看到一些 商标logo 跟电子业 跟未来 跟科技 跟现代设计有关系的 都比较倾向用所谓的黑体字 或者是sensory 无称线字体 像htc 因为字体本身 就把 公司的产品 或者是方向性 或者是它想要 表现的一种 现代感 科技感 可以呈现出来 好 那另外还有一点 就是各位可以观察一下 高速公路的路标 大部分的路标 每一个国家 它都会避免用称线字 或者是用这个 白体 来做路标 因为 有太多的装饰 点缀 所以过度的复杂 就 容易造成 这个 驾驶 驾驶人 就是开车的人 的视觉 所以 左上角 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哪一个国家的路标 对 日本 那 右上角 应该认得出来 是台湾的地名 那 左下角 这个是 金台高速 那 它是 大陆的路标 那 右下角 这个是 法国的 法国的 这个 道路的路标 所以看到 不约而同 都是用 黑体字 或者是 sensory 就是 无称线字体 来做一个 表示